那么这个主观跟客观 这个一体两面的东西 那么如果用智慧去运用之妙 就存乎一心了 所以智慧是实在 现象界的超越性 你有智慧 你就可以在实在的现象界 我讲的实在 是众生的角度 众生那个实在的现象界 波罗智慧一观照 你就知道 实在就是超越的智慧 超越的智慧不理想 当下的实在 所以主观跟客观心或者是物 都透过无染的般若智慧 无所住的智慧 它会融在一起 所以度量越大 它越能够宽恕众生 佛弟子 没有听法 你死定 绝对没有办法的 绝对没有办法的 当一个人听经文法 慢慢 他就会训练自己 要融入整个团体 因为团体空无自信 来到了文书讲堂 有佛法的人 他就会说 团体好就好 整个 常住好就好 他 直接了解 万法空无自信 我的意见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要表达我的意见 如果我的意见 能对文书讲堂 有点好处 师父你感觉 那么能用 那么这自然是我的荣耀 那不能用 那么就是以整个团体 为重点 你看 慢慢他的讲话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 波勒 能够把波勒智慧 融入主观跟客观 把波勒智慧 融入心跟物 融入一起 这个立场 我们叫做一心 简单讲 不会融入的人 就叫做妄想 就是妄想 他的意见不被采纳 那就是愤怒 咆哮 破坏 恨 就是这样子 所以众生是情绪的动物 对 伯拉图说 一切现象 都是我们的牢狱 但是佛陀就不是这样子 一切现象 都是我们的智慧 的舞台 都是海印上面 所现的境界 所以唯有佛法 能把现象界 透彻到 达到无相 那无相就是圆满 都是由这个一心 发展出来 这个境界 在天台中来讲 华言经 或者华言中来讲 叫做一及一切 一万法无性 这颗真如心 充满的一切 一切就是现象界 一就是平等性 一切就是差别 所以 我们用这个 无性 就是无心之心 面对一切 也是无心 通通是一针 那么一切的现象界 其实都是真如本性 的妙心 那么这个妙心 就是平等 没有妄恋 没有妄恋 点 一切 就能处理